公吏 公吏 还生气啊 冰箱不是留在你宿舍了吗 那也不是你的功劳啊 你觉得我为个冰箱 去跟戴老板顶撞 值得吗 是个男人 就要有担当 是 可是小不忍责乱大谋 我想这个道理你懂吧 行了 扒了你的小算盘吧 当我没交过你这个朋友 好好好 我错了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给个机会 中共代表那儿 是你负责守卫吧 是啊 给我一张特别通行证 你要通行证干什么 闯宫 面见毛泽东 你疯了 公吏 我告诉你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别做傻事啊 看把你吓得 逗你玩的 处长 看啥呢 看啥呢 走走走走 什么情况 队长 队长 有事 龚少校光光砸处长的门呐 这全楼道的人都听见了 就你没听见 是他在瞧 处长开会去了 他说原因吗 看着火气就大得不得了 我可不敢问 去看看 嗯 处长 那 那我先 龚少校 有事啊 没事 找处长 处长开会去了 有事 可以跟我说 看到没有 有多少岗上 明岗四十五处 暗哨不响 你这不是飞蛾扑火吗 有些事情 不得不为 大家都说龚少校既致过人 我看也是未必 你明明知道绑架你妹妹的另有其人 为什么还要到中共代表团 来捅这个马蜂窝呢 我就想把事情弄大 如果共产党没做 他们一定会投诉抗议 到时候 就会有人承受不了压力 把我妹妹放出来 还有一种可能 嘉玲江没盖子 你是说 绑架我妹妹的人 会把她灭口 说不好 说不好 总之一句话 帮不帮我吧 如果你打定主意 我愿意与你通往 为什么 毕竟我在这里有监听任务 身上有通行证 我不愿看到我的同事铺饰街头 那些警卫员 对于擅闯禁地者 从来都是先开枪 后解射 怕九阳的人来得还真快啊 请出示证件 请出示证件 少校 你的证件呢 没有 公立小姐 你放心 令妹的事情我一定派人追查到底 不过你也不要到中共代表团那儿恒生之劫了 怎么了 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令妹的事 如果戴谋找不到 天下恐怕没人能找到她 好了 你先去 我先去 公立 我可不想在你属下面前打你耳光 来吧 加油 加油 孟科长 从此我功力 跟你同心协力 还好我当时答应龚小姐一起闯功 要不然的话 按你的脾气还不给我一枪 倒不至于用这么低档的手段 那龚商校还有什么更高明的手段吗 王小山的秘店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大家都是同行 毛庆祥手下的人我还不了解 倒是王小山的秘店 连我功力都破一不了的话 他们能先破 还真是天方夜谭 可事实上 就是别人先破获的 毛庆祥这个人念旧 他手下有很多 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学子 我有两个同学就在他手下 我听说 他接见过你 是为了报恩吧 你知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 你告诉他的那些秘店内容 都是胡走八扯 还会对你那么绅士 还会对你那么绅士 换个地方来好吧 我打赶好 我打赶好 没有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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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党 你就是共党 借毛庆祥当枪使 你为什么 共产党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 感谢观看 现在组织上继续了解的 是敌人谈判背后在做什么手脚 只有这样 才能打乱他们假和谈 真备战的如影算板 我想想办法吧 我们这个部门 只负责对敌方电报的破译 国民党方面的高级机密很难接触到 公立妹妹的事是你们干的吧 绝对不是 那你就费费心帮他找找 不过我告诉你 无论是谁干的 这都是荤诈 对付公立 还是要以安抚为主 是 刚回来啊 我去调试监听设备了 给他起个名字吧 你给他起吧 是你救的 应该你给的起 随便 叫什么都行 叫什么都行 那我就叫他 孟昭阳吧 孟昭阳 孟昭阳 这个名字用在狗身上 不哑 那用在谁身上哑呀 不启笑你了 今天我心情好 好 请你喝点东西吧 我不喝酒 在你眼里我只会喝酒啊 咖啡也不行 我会失眠的 我明天还有工作呢 潘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过来找段天龙有点事 那刚好 进去喝一杯吧 你 邀请我 你多想啊 当然啦 来 下去 嗯 重庆的共囊组织是棵树啊 我们只摘几片叶子是不行的 现在毛泽东还在重庆 再是没法下手 但一定得查 查到他们的根 都给我盯紧点 是 去吧 来 盘 干杯 公吏 你是真的原谅我了 人生苦短 得以进欢 想那些不开心的干什么 先生晚上好 我找人 没了 全没了 怎么回事 潜刚下水 就遇到了台风 沉了 就我呢 沉了 沉岐南 我 是 你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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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公款 小点声 能弥补吗 办法嘛 倒是有一个 我手上还有一批巨猴 在我堂弟那儿 如果三天之内能找到他 这笔生意还可以做 只不过你得重新入估了 杜叔 你比台风来得还狠呢 一个堂堂的军统行动科长 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只要这笔生意做成了 那沉船的损失就补回来了 还能翻一倍 再说了 那公款的漏洞 不就补上了吗 我跟你讲啊 我那个堂弟啊 徐航 他是十七军的后勤部的部长 他手上的这批军火 都是美国的原装火 那可是赠名瓦亮啊 咱们联系你堂弟 他现在带着人 正在转移这批物资 电话是打不通的 但是电台可以联系 都怪弃你 我真的不想出这些 客长 烦死了 整天跟数字打交道 还不是出去带兵打仗 图个痛快呢 吹牛 公少将 我可没吹牛 你可别看我现在这个体型 我可是步兵出身 还当过四号员 吃了十三年的军行 想起来 还是当兵的日子比较好会 军队底层的套路 全在我心里头搁着 日子长了还真想得慌 郭少校 您是喝洋墨水长大的 没听过冲锋号吧 我听过西灯号 那可差远了 只可惜 小鬼子投降得早 没给我杀敌的机会 活了三十年 也没能为党国 做些什么贡献 美思几辞 伤心不已啊 那你可以现在去日本 把天皇抓回来啊 郭少校 你还别说 你要是给我弄艘船 我明天就把日本天皇 给抓回来 世上无难事 只怕活出去 那我还是给你找棵树 你撞死吧 你这 天龙 昨天的监听报告 给处长送过去了吗 还没有呢 给我吧 处长刚回来 我帮你送 还是我去吧 坐坐坐 你忙你的吧 孟科长 徐秘书 处长不在啊 这个时间 该去食堂了吧 我有份工堂密店 急着给处长了 很急吗 确实 是有关谈判的 我一会儿 要去检查监听设备 怕耽误时间了 那好 我帮你开门 您放在桌上吧 请 徐秘书 我不能 擅自进入处长办公室 麻烦你了 好 好 好 鼻子 好 好 来 走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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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借个火 坐吧 是国防部的会议记录 他们还是坚持十二个市的最高限度 注定问题可以商量 省级行政人员可以邀请中共人士参加 但不能要求政权 还有什么 国防部希望借这次谈判之机 加紧完成部队的调动和部署 占据各地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 看来他们还是要答的 具体内容 我都写在这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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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长 科长 什么事啊 刚整理完今天的工作记录 让您签个字 对了 科长 这赵科长带了几个人去发报室了 是吗 是啊 他说 新来的发报员是从贵州来的 不清楚底细 所以进来查了他们的简历核对他们的身份 我就纳了闷了 检查就检查吧 他把我们所有人都集中在会议室 他呢 一个人在发报室里过烟瘾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啊 处长知道吗 处长不在啊 好 好了 你先去吧 那我先走了 嗯 处长 吃饭了吗 一会儿再去 我还有点事 忙着呢 处长 吃饭了吗 没有 等那个小李接我的班呢 早上有没有人发报 没有 你吃饭吧 我替你看着 那吃怎么行啊 没关系 我已经吃过了 快去吧 那谢谢处长 我先去了啊 老周 什么事这么急 坐下说吧 出现了新问题 什么问题 两年前 两年前 我们在国防部 安插了一个代号 为暴雨的卧底 谈判期间 他也给中共代表团提供情报 但是 他提供的情报 和高志华提供的情报 不一样 不一样 简直是天差地别 简单地说 暴雨提供的情报 表明蒋介石 不想发动内战 而高志华同志提供的情报 则表明老蒋 已经做好了内战的准备 谈判是场心理战 只是想摸清对方的底牌 我们在太原 太岳 济南的部队 和延西山的部队 已经是枪对枪炮对炮 形势紧迫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这两份情报 摆在我们面前 军委和代表团 不知道该信谁 这么说 这两份情报 有一份是假的 是的 好 科长 我先去监听室了 去吧 工长小 我想 今天晚上 请你吃个饭 吃饭 其实 就想让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 帮我破译一下这份密店 这是共产党的 不是共产党的 是别人的 我破译了一个晚上 怎么也破不出来 忙我可以帮你 饭就不用吃了 总是要吃饭的嘛 你知道你为什么破不出来吗 这个发暴人 他用了很低级的手段 他把点和画都互换了 也就是说 点就是画 画就是点 你反着破就能破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徐航部长 请于十八日前 将军火运至天津码头 金老板在此等候 军统照难 金老板 事办完了 钱也给你汇过去了 是 长话短说 这次千万别让我收 好 好 那先这样 再联系 福处 打电话呢 我一个老部下找我 老部下好啊 最贴心 是啊 我也是您最贴心的老部下 不容易 咱们俩相处五年了 相互扶持 是啊 要珍惜 喂 我是赵楠 什么 好 福处 三队抓了几个游行的学生 去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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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相处 今天穿这么漂亮 上哪儿去啊 有人请吃饭 改天我请你吃啊 好 看来只有拉福儿饭店的牛排 才做得最有美国味 我知道你喜欢 所以带你来这儿 潘 我宁可不吃牛排 也希望你能帮我找到我妹妹 用牛排换妹妹 亏你想得出来 用什么换都行 你放心吧 带老板已经下令了 我会尽力而为 那要是没有带老板的命令呢 公立 我跟你说啊 只要是你的事 不管有没有命令 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帮我试情分 不帮我试本分 没什么 好 沐科长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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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周 来了 我有天光向你汇报 那是你工作成绩突出 获得的金表吧 你还真是个奴隶的人 奴隶不敢说 领程领袖意志 体验领袖苦心 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名利 才回国的 其实不是 根本不是 我回国是为了冲整山河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你一座山一条河都没有丢 还要你做什么 还有共产党 共产党一日不灭 我们就一日不得安宁 三天之内 电信处的功力 破译了我们五十七份密店 效率太高了 这些密店 有来自东北的 有华北的 甚至还有延安的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 他是第一次在敌人内部工作 缺少经验 周部长曾经说过 像他这种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 为了骗取敌人的信任 就得给敌人 老老实实地干活 我是不方便 当面阻止功力破译密店 只能在收发密店上 做些手脚 尽量减少 送到他手里的密店数量 我想 组织上能不能 启用新的密码文 功力的情况 组织上很重视 从延安发出的电报 大部分是假的 是用来迷惑敌人的 但从其他部队 发出的情报 就很难说了 我会及时向组织汇报的 对了 这次还有个意外收获 让我知道 军统也不是铁板一块 行动科科长赵南 就有走私军火的嫌疑 这倒是个有价值的情报 好 你想办法查清楚 将来在敌人内部 制造矛盾的时候 也许能用得上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 还是让小康告诉你吧 你们两个人 沟通起来比较容易 我还有事先走了 又让你来说 不是什么好消息吧 我们现在的工作 必须服从委员长 安内让外的政策 所谓安内让外 让外避嫌安内 现在小日本这个外 已经不是问题了 可是共产党这个内呢 共产党不满意我们 说中国要走向特务政治 走向独裁的道路 但是我们看看 英国不是独裁国家 难道就没有特务吗 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 不也有特务吗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太渴望和平了 你看 他现在这样生活 是因为日本人呢 还是因为共产党呢 可怜可怜吧 谢谢 谢谢啊 服务员 服务员 您有什么需要 做一份饭菜给他送下去 好的 救人容易救过难哪 咱们俩还得努力啊 我没你那么大的追求 我只想找到我妹妹回美国 你继续你的理想吧 错 我刚才跟你说的 不是为了理想 是信仰 在美国那里 学不到的信仰 干杯 那是我从处长办公室偷来的情报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现在谈判正在进行 形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任何情报都不完全可靠 你不要安慰我 情报出自我手 我会对他负责的 你也要对我们负责 你为组织立了大功 而我的工作却一塌糊涂 你就不怕 我拖你后腿啊 不怕 你就是我的后腿 提供情报的那位同志 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工作 他叫黎晨 代号鲍宇 掩护身份是国防部作展厅的参谋 暴雨在国防部 按理说他提供的情报应该可靠啊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会继续关注有关情况的 潘 你请我吃牛排 不只是为了让我聆听你的信仰吧 你有信仰吗 有啊 爱情 所以啊 你恐有满腹的才华 至今未能尽险 难道只有升官发财 才能尽险才华吗 我看你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 还记得那个时候在学校 我为什么拒绝你的邀请吗 那天你穿错了袜子 我也是傻 当众提醒你 让你下不来台 连女人都注意不到的细节 你真的太适合当特工了 你知道什么是特种工作吗 就是人所不能为者我为之 人所不屑者我为之 人所不敢者我为之 太需要像鹰一样 敏锐的眼睛了 一只飞翔在军统上空的鹰 看来你的头脑里已经完全被你的政治信仰所占据 好 嗯 嗯 嗯 阁长 最近亲共学生活动频繁 还到处张贴一首毛泽东的诗 说什么要 要弯弓射大雕 射大雕 好啊 定紧点 该抓就抓 该关就关 是 去吧 赵楠 让你那帮人对喊口号的学生客气点 别把事闹大了 毕竟现在是和谈期间嘛 我懂我懂 得让委员长在中共面前不丢面子 对了 上次你说你女儿什么时候来啊 看我给忘了 就是今天 那你还在这儿干吗 去接啊 我姐去接了 一会儿就送到这儿 好不容易来一次重庆 做父亲的不接 做女儿的心里什么感受啊 她才六岁 她不懂 她不懂你得懂 谁让你是做父亲的呢 去吧去吧去吧 那我去了 嗯 要不叫后勤的人来修吧 你还亲自动手啊 这么晚了 人家也累了一天了 都睡了 下面没问题 估计上面堵住了 你慢点啊 好 顾掌校 帮我拉一下 好 好了 是你让我拽的 好了 绣好了 谢谢啊 谁该写谁啊 法国回来时间太久了 都忘了该怎么修了 在延安 共产党不用抽水马桶吗 不用 那还是国民党好 起码要抽水马桶用 那是你用得上 老百姓根本就用不上 那你也能用得上啊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是说 我 用惯了 汗厕所 咳嗽了 就别抽那么多烟了 写什么呢 组长 组长明天 要去国防部开个会 让我写一篇 我们电信处的工作报告 五文弄墨 走遍天下啊 我没别的本事 就是几个在 你在延安的时候 也给共产党写材料吗 有时候 也写 听说 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 不分彼此 什么都是共有的 那你了解 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恩格斯说过 共产主义的主体 是无产阶级 共产主义 是透过消除私有产权 从而消除社会的 隔阂与阶级 以把全人类 从压迫和贫困中 解放出来的思想 好 差不多 就这个意思 我也不太懂 不懂 如数家珍啊 我觉得你挺懂的 在延安待久了 耳濡目染 你要是去了 也和我一样 我和你不一样 你这个人 喜欢沉默 把自己藏起来 而我 喜欢香烟 红酒 和漂亮的衣服 偶尔 也喜欢出出风头 在别人面前 表现表现自己 来 喂 是 处长